- 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測試 我是節目主持人觀眾想燦爛時光會測試呢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公民系統已經進入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這個節目其實非常重要的是要讓大家去看到有關於在看起來在很多主流媒體報導的一些衝突性的社會運動的背後 他非常重要的一些有關於制度上面的問題 事實上看我們節目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我們前一陣子做的高雄怎麼的系列的報導 其實我們在有關於高雄國菜市場的爭議案上面 其實我們也花了非常的心力在追蹤這相關的訊息 其實在上個月30號的時候 我們知道高雄國菜市場的絕食行動也到了蔡英文家的門口 可是在蔡英文家門口的時候 林明幼稚園的園長林金蓮先生 其實在當時的情緒是非常非常的激動 因為他會覺得說政府經常會去欺騙他們 那也許給他們一些希望 但是最後通常讓他們 不但是失望甚至會造成一些流離之所 所以在31號的早上 林院長其實也曾經失聯了一陣子 不過還好後來也找到他 那可能很多朋友大概不知道說 這個黎明幼稚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個 園長要這麼激動的去 發現他的情緒 或是表達他的這種所謂的訴求呢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就要來從這個黎明幼稚園這個案子 來跟他聊到這個整個事件背後的 這種所謂的土地規劃相關的一種問題 置辦市地重劃的等等的問題 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 是非常關注這件事情的人權律師柯紹貞 柯律師柯律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柯律師其實您剛從國外回來 不曉得您是不是也去探望了這個林園長 如果去的話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是因為我們昨天剛回來 然後今天早上也有到黎明幼稚園 那剛好園長他有 其實他的工作也還蠻方滿的 所以他剛好出差不在 不過側面有了解 目前應該是狀況又比較穩定了 園長在那一天在蔡英文家的門口的時候 其實我們公庫拍到的一些畫面 很多的朋友也在這個直播過程中看到他 非常非常的情緒的激動 然後甚至一度想要衝進去蔡英文家裡頭 在隔天也消失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擔心 找到他的時候其實也在總統府的附近 到底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黎明幼稚園到底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大的 情緒上面的一些激動呢 其實認識園長是在這個今年的4月11號 就是黎明自辦賴家被強拆的那一天的凌晨 那一天的凌晨4點的時候 這個重劃會把這個怪手開進來 那當時賴家的長子還在屋子裡面整理東西 然後就轟隆了一生就這麼強拆 而第一個目擊者就是林金蓮園長 那時候他開始告訴附近的警察 跟他們說 現在暗時呢 不可以跟人聽了 沒合法啦 而且換人是通知是高點 正常法院會來一起辦理這個拆除作業 而且應該在上班時間 對 應該一般人理解是這樣 而那天其實我們也有預備要開記者會 所以那時候我們動員的時間是8點鐘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他居然會在凌晨4點就來長拆 而林園長也是一早知道這個消息 他晚上就睡不著覺 所以你就知道他多麼的在乎 這樣的一個重劃會拆除的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我也很懊惱啦 雖然我知道園長其實他是一個 這個比較激動的人 但是我很懊惱就是我當時高雄果菜市場 9月1號強拆那一天 我跟他通知他也到高雄去申園 所以他在9月1號9月2號 他親眼目睹高雄果菜市場派了500個警力 去對付三四十個這些學生 或者是當地的住戶 他當下看到其實他真的是身心受到非常大的創傷 他從那一次開始他就一直跟我說 他對這個司法 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政府已經完全絕望 所以後來在9月份這個法院 開始要執行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有一點失控了 我們也試著想要跟他做一些溝通 甚至於要跟財團來看看有沒有協商的管道 他其實是玩具的 因為他已經覺得那都是謊言 這其實是涉及到一個置辦重畫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 試辦重畫可能對很多的朋友都非常非常陌生 我們待會花一點時間來請律師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到底在談的東西是什麼 那不過 在台中似乎好像不是只有黎明幼稚園這樣一個例子 我記得 之前也有一部紀錄片也特別談到像台中天主堂 是不是有類似的這種狀況呢 是 其實台中從單元1一直到單元12 這個是縣市還沒有合併的時候 就已經通過的單元1到單元12的自辦重畫 那縣市100年合併之後 又陸續開放了一些像是東式大理 像神鋼 潭子 所以目前加總起來大概有20幾個自辦重畫 所以在如果是以統計來說 就是以到今年度為止 通過的自辦重畫的案件數 其實是以這個高雄居灌 然後台中居次 但是最多爭議的是台中 為什麼 因為台中有很多的這些大財團把持 以黎明幼稚園來講就是這個長藝集團 那單元1安和自辦是寶城集團 那當然也有許多的一些黑道 所以大家也知道這個什麼大夫弟 今年也是這個賀槍實彈 就是用這個持槍恐嚇的方式 來取得這個地主的同意書 所以這個都是檢察官起訴的案子 那今年5月份黎明自辦這個案子 因為它是全台灣自辦面積最大 它高達186公頃 而且涉及2600個地主 所以它是全台灣自辦重畫史上 最大面積的這個重畫 而且它牽涉的利益 當然想像也最大 不只最大 而且它就臨近這個七期重畫區 所以人家說這裡叫做後七期的一個 自辦重畫 而且是所謂的 人家說豪宅不稀奇 在那邊黎明幼稚園的附近 你就可以看到豪宿 就是豪華別墅 比豪宅還要更 更可怕的一個開發計畫在那邊 所以黎明為什麼會是正義最大 就是這樣子 看起來這個背後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利益 特別是我們看到台中 不管從過去到現在 這個土地的規劃 或是一期二期這樣子 整個的這個規劃的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利益是非常非常龐雜 不過我想要請教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個自辦重畫 這種概念 自辦重畫當時設定的這種所謂的 目的是什麼呢 它應該會有一個原本一個良善的目的 或者是一個良善的理由吧 是台中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 一開始是這個 後期開發後期發展區 在縣市合併之前 最多的就是我們其實坦白講 台中的公辦的重畫 從七期那個時候 其實真的獲得了很大的利益 尤其對市府來講 而且對於台中市的開發 也確實有一個很正向的發展 但是一直到94年95年那個時候 就是整個後期發展區開放了 所以原本 並沒有要開發成建地 住宅區的這一些 呃 非 非都會區 例如我講了一些屯區 或者是一些 這個 非市區的範圍內的這一些地方 就開始有了這些所謂的自辦重畫 所以一旦 在94年95年開放之後呢 就開始很多的財團進駐 自辦重畫不是不好 因為其實它等於是讓地主 能夠實施它的所謂 住民自覺的一個 小規模的一個 類似一個民主的一個表彰 所以在德國這個自辦重畫 他們都是一個很小的零理單位 那他們自己 百分之百的同意書取得之後 他們可以自己來規劃 自己的河川 自己的道路 自己的水溝 自己的公園 要怎麼樣來做 把所有不完整 或是機靈面積的土地 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運用 所以 人家德國是一個成功的範例 當然 現在來講 德國的開發 也幾乎都沒有用到 所謂自辦重畫了 所以 當時的利益其實是很好的 可是沒想到 拿到台灣來 卻變成是 由外來的這些集團 來買這個同意書 光黎明這個案子 他裡面就灌了700個人頭 在今年5月份的時候 才這個檢察官提起公訴 從100年起訴 100年那個提告之後 拖了5年 今年5月份才起訴 而且總共有700多個人頭 你就知道 財團花錢去買人頭 或者取得同意書 或者他直接買土地 灌 買一公頃的土地 灌兩三百個人頭進去 這就是變成拿來我們這邊 變成是財團在把持 重畫會的組成 再也不是住民這些人自覺 而是把授權出來 有6個人籌備之後 授權出來給這些 給這些這個重畫會的公司來規劃 所以就被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類似這種所謂的製地 從製辦的重畫的 其實有一點是要讓這種 剛剛談到所謂住民的自覺 或是我們自己來去規劃 我們自己的生活的環境 我們要什麼樣的公共設施 我們要什麼樣的住宅的形態 我們可以自己來規劃 可是在台灣卻有財團的介入 可是這個聽起來跟很多區段徵收的 這種狀況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那難道我們沒有一些法令 可以去限制這些所謂的利用人頭的方式 去購買嗎 或者是說 在決定的過程當中 有多少的比例或是多少的人 他說我要來自辦重畫 我就可以自己自辦重畫呢 那是不是要去考量到 所謂絕大多數人的想法 對 其實這個就跟這個 自辦都更其實很像 他一樣 就是也是應該是說 透過民間的參與的方式來開發 這個 這個 這些土地 可能是未開發完整的土地 但是重點在 重點來了 跟都更一樣違憲的地方就是 都只要過半數的同意 所以才會到導致說 我剛剛說灌人頭啦 拿槍取得同意書啦 把這一些檯面下 你看不到的這個東西一直跑出來 所以才會造成這個弊端 對 但是我們的法律沒有辦法去限制這樣的事情產生嗎 其實我們今年喔 這個油美女律師他有 呃立委喔 他有開這個公聽會 就是要修法 但是我們不能夠同意的就是說 呃 這個草案裡面是希望把同意書增加到 三分之二的地主同意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讓讓這一些三分之一的 這些小地主被犧牲 所以我們的希望還是能夠比照 人家你竟然要抄襲德國 你就抄襲完整嘛 你就百分之百的同意書 我相信這樣子 大家不會有爭議 再也不會有這種漏洞擺出的問題出現 嗯哼 那結果這個百分之百的同意書是 是有可能吧 現在的立法院 當然是希望這樣子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將來的立法 當然啦 我是認為 自辦杜耕 自辦重劃 如果可以廢止是最好 如果不能廢除的話 因為我也一再強調 你用一個獎勵 土地所有的權人 自辦重劃 這樣一個辦法 其實是違憲的 因為它並不是法律的位階 你沒有法律的位階 你怎麼可以拿來剝奪人民的權利 因為你造成了這些 許多連基里面穿不到的人 他將來是分不到土地的 他只能夠拿到補償費 但是我覺得這樣是很不公平的 因為他不是同意全人 他沒有 他根本自始至終就不同意開發 不同意重劃 結果我今天卻被你們多數人 給趕出了這塊土地 我面臨到流離失所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樣的問題也是都有存在的 所以我認為能廢除 廢除掉這樣子一個法規命令 是有必要的 那如果不能廢除 你要保留把它在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平均地權條例 它的母法是平均地權條例 你要在平均地權條例裡面規劃的話 那拜託你 請你跟自辦都更一樣 能夠百分之百的同意書 這樣子才符合人權的保障 嗯 是因為我們從過去台灣很多的土地徵收的經驗 或者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大埔案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 這個所謂的司令王家的案子裡面 其實都有類似的這種情形的發生 那我不曉得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在法律上面最終可以怎麼樣 再有更好的方法 剛剛律師也提出了一些解決的可能性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回過頭來要繼續來談說 剛剛特別律師有提到說 這個過程當中看到財團的介入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黑道在這裡面也扮演一定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在柯律師接觸到這些個案的過程當中 經驗裡面 這些黑道會造成這些民眾的 什麼樣的心理的壓力 或者是這些財團 通常都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喬取好多 我們先休息一下 您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元載報新聞 砍七天假的勞動基準法爭議持續延燒 11月1號青年團體闖入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的研究室 要柯建民出免公開辯論 他們抗議半小時後遭到警方驅離 對此立法院院長蘇嘉全擬發全院共同聲明譴責抗爭群眾 而在隔天11月2號 學生團體再度突襲闖進民進黨中央黨部 交扯總統蔡英文出面與他們對話 當天的抗議行動在優勢僅力的阻擋下解散 因為外傳一例一休憩砍七天假的修法案 下週二將在立法院闖關 11月4號勞工團體2016公斗號召七人展開無限期絕食 現場燒掉總統蔡英文競選時的口號點亮台灣 痛斥她下令砍勞工的七天假違反選前承諾 台鐵產業公會11月4號到台鐵局前抗議 控訴台鐵遲遲不改善公時制度 基層員工過勞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雖然鐵入局已經成立了公時協商小組 要改善公時問題 但工會提出的兩輪一例 以及夜間津貼方案資方完全不考慮 顯示資方無新改革 工會宣告與資方協商已經破裂 未來除了退出協商外 還要向勞動局檢舉台鐵的非法公時 而針對日前交通部長賀成蛋表示 年底前將重啟台鐵公司化的評估 台鐵產業公會也表達嚴正抗議 勞動條件沒有改善 就推動公司化只會讓人力更吃緊 工會表示 下一波抗爭行動不排除選擇 運輸尖峰期的春節連續假期來表達訴求 七年前發生的八八風災造成了小林村滅村 有462個人罹難 村民認定政府機關有疏失 因此提出了國配訴訟 但是國配訴訟在一二省都被判敗訴 高雄地院認定滅村屬於天災 而現在案子已經到了最高法院 倖存的高雄小林村村民 11月2號北上到最高法院前抗議 居民控訴 市府和賈仙區公所的疏失不能不追究 律師說 雖然高雄防災中心在案發前發出了八次警戒通報 要求小林村要撤離 不過賈仙區公所卻置之不理 因此造成了重大傷亡 現在小林村的案子已經上訴到了最高法院 134人提出了超過4億元的國配 他們呼籲最高法院能夠主持公道 將此案發回更審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測試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廣州長 在剛剛我們看到的大圓載報新聞裡面 有一則新聞其實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有關於台鐵工會的相關的議題 我們知道最近這幾年你會發現 台灣的抗議的人 人潮當中一種類型的人 其實越來越多就是公共服務業的朋友 包括像消防員 包括像我們看到醫生護士 當然台鐵的相關的工人也是 不管是駕駛也好 或者其他的工作崗位的同仁 其實也是屬於公共服務業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特別去關心 就是當一個公共服務業的人 開始他的勞動條件 受到很大的影響的時候 很顯然的所影響的 絕對不會是他們自己 而是整個 包括所有的乘客 或者是這些使用者的 不管是服務品質 或是生命安全 都必須我們要再進一步關注的一個問題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要繼續來跟大家談的是 有關於黎明幼稚園的重劃的問題 在我們線上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柯紹生柯律師 柯律師你好 你好 我們剛剛稍微聊到了 黎明幼稚園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懂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 黎明幼稚園的這一塊土地 如果我今天是裡頭的人 我不想要參與所謂的置辦重劃 難道是不行的嗎 或者是他難道不能夠去避開 然後再做別的區域的這種重劃嗎 是 黎明幼稚園就是我們像我們之前講的 如果大家有關心的話 其實園長為什麼會那麼堅持 其實這是他父親 從民國60年的時候就已經開立的一個幼稚園 而且如果你從空照圖看的話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漂亮 而且樹木還有綠地非常大 覆蓋比例非常大的一個森林幼稚園 所以園長當然很希望能夠全部保留下來 但是說實在 當你參與重劃 他自始至終他從來沒有同意過要重劃 當他受到分配 後來我們開始進行這個訴訟之後 去調了這個相關的都市計畫圖才發現 原來早就在這個90年的時候 就已經被都市計畫從他的幼稚園中間 開了一條這個12米寬的這個計畫道路 甚至於現在據說是更寬 所以這真的所有的這些政策資訊計畫 其實都是不透明的狀態 所以常常市政府會回應說 你們早在那個時候就應該去議議啊 一條路從你家中間切過去這個是已經早就劃定的東西 你現在才跟我說你要原地保留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很荒謬的 因為完全沒有人知道 你家會有一條馬路通過 所以當然重劃其實基本上它的架構 就是以這個都市計畫的開發的一個圖 來再重新把它翻過來 然後做細部的一個規劃 然後他所開的相關的一些道路建設 所以市政府你說自辦重劃 把它推得一乾二淨說 這是你們自己這個民間私人的關係 跟我這個公家機關沒有關係 你們自己的私權爭議 然後你們自己的契約自由 公部門不介入 我覺得這是很過分的一件事情 那你說重劃會它得到什麼好處 重劃會它因為花了許多的這個人事啦 費用啦甚至於這個開發道路啦 相關的建設公園啦 所以他可能他可以拿回抵廢地 抵廢就是抵充它的費用 所以他拿回來了這麼多土地 最後回到這些地主的 只剩下50到55% 因為他剛剛我講的那些公設 還有這個抵廢地是可以有個5%的彈性 可是通常都壓縮到滿了啦 所以也就是說土地所有權能 他頂多拿回50% 而且依照重劃辦法 他原則上是原地原配 但是像黎明幼稚園這個 他很想原地原配啊 你就算給我分一半回來我也甘願 但是很扯的是 他整個剛好就是一個道路用地 給他從中間切過 所以他剩下了兩邊 兩邊另外一邊也被劃入了這個 重劃會的公園用地 然後剩下僅存的那一邊是住宅用地 沒有錯 但是很扯的是那一塊住宅用地 也不是分給這個黎明幼稚園的地主張小姐 而是分給了這個其他的地主 所以他就算分配到小小的一塊的建地 也是拉到南邊去 也是離黎明幼稚園很遠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重劃 真的是你呼天喊地都沒有用 因為一開始他這個就已經規劃好了 你不知道 然後最後你連你自己想要原地保留的 一小塊土地都拿不到 這就是這些地主非常痛苦的地方 柯律師剛剛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當中 政府他事實上是有意要退出 就是要忽略他自己的腳身 然後讓他變成是一個 好像施權之間的爭議的問題 可是明明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有拿到的一些公共的這種所謂的利益 那其實更重要是 我們剛剛為什麼一直在談到 所謂的公辦都更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就是國家有他的責任 跟義務要進入到這個過程當中去做分配 可是也因為國家的故意不介入 或者是讓他變成施權的爭議 也會讓這些財團甚至是在黑道 會透過種種的方式 來去介入到這個所謂的土地的 這種所謂的僑取豪奪的過程當中 柯律師在你自己的經驗當中 這些財團他到底用什麼樣方法 來去取得這些土地的優勢 有什麼樣的機制 或者是什麼樣的方式嗎 是 以這個 同樣是黎明自辦的賴家來講 他的位置就剛好是位在 市政路跟黎明路口 就是剛好這個中章快速道路下來 然後一拐個彎就在就到了 而且就是之前這個 小英的台中的這個競選總部的附近 所以那裡真的是一個黃金地段 那個的估價其實就 那個應該一坪十幾二十萬 現在甚至於三四十萬都跑不掉 所以這個他一定會怎麼樣 他把它先把這個最好的地 把它吃下來當作底廢地 就畫在這個最貴的土地上面 這就是 重畫會他的這個濫權 而且他等於是 先把這個 等於是把最好的一塊肉吃掉的 這個一種方法 那另外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 黎明幼稚園 跟我剛剛講的賴家一樣 他們從一開始不同意重畫之後 其實他們就已經打了兩個官司 就是第一個他要撤銷這個 這個配地 就是重畫會把他們好的地不配 把它放到邊疆去的這一種 這種就是配地不公 所以我們要訴訟把它撤銷掉 這個配地公告 第二個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這些是不同意戶 所以變成這個財團 當然就是趕快先拆先贏 所以他們也會去提另外一個訴訟 就是拆除地上物的這個訴訟 那所以這些訴訟當中 他們就會 就是 其實這兩個官司是相互影響的 所以很遺憾的就是 賴家4月11號被拆 以及這個黎明幼稚園 現在目前收到拆除的 這個通知 其實他們的配地的官司 都還沒有判決確定 卻因為 這個所謂拆除地上物的官司 先判決了 就要被拆 這是目前 我們覺得最諷刺的地方 而這個黎明的賴家 就在他們拆掉之後 法院也判 又判他們勝訴 他們一直以來配地都是勝訴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利益多大 他們為什麼 非得無所不用其極要拿到手 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對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會覺得很疑惑 就是你今天到了訴訟 基本上來講 已經是透過司法的力量介入 我不曉得 剛剛談到的這些 所謂的重劃會等等的機制 或者是這種所謂的國家 總是有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 難道沒有辦法讓每個地主 都能夠去平等的參與到這個過程嗎 因為剛剛談到 這個所謂的重劃的目的就是要 讓市民自治 公民自治 可是這個遊戲規則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 好像看起來 只要少數人掌握了這個權力 他就能夠去決定一切 而這少數人又如何去掌握這些權力的呢 是 這個就是今年這個7月29號 為什麼大法官會議解釋 這個739號會認為 自辦重劃的這個 許多的這個 沒有符合正當行政程序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 為什麼會做出這個解釋的理由 因為其實 這是這個重劃把土地要 這個重新整合 甚至於從有到無 或者是這個造成 許多的這個流離失所 其實這個東西應該是一個高權的行政 今天政府把這個高權行政 把它授權委託給一個 不要講財團 講一個私人單位 那你是不是應該善盡監督的責任 但是現在最諷刺的地方就是 市政府完全推給民間 讓他們去打民事訴訟 但是法律上 就像市自講的 它必須符合正當行政程序 因為它畢竟還是高權行政 還是必須要受到主管機關的審查 以及監督嘛 但是重要的就是 市政府有沒有善盡審核的責任 市政府有沒有善盡調處的義務 這就是現在目前這兩個官司 卡關最嚴重的地方 第一個 如果市政府有善盡審核的責任的話 我剛剛講的 這些灌人頭 他是不是應該一一去做調查 還有這個預算裡面 這個灌水 這個也是 第一單元安和自辦 被法院判決勝訴的原因 這個自救會他們打了幾年的官司 一直到103年的時候 然後他們從100年開始打 一打到103年 打勝了官司 終於撤銷佩帝 當時大家多麼開心啊 為什麼 就是因為市政府沒有佔盡實質審查 被法院認為說 這個 當時這個負擔費用總計表裡面的 預算灌水 工程灌水 你知道嗎 你等一下灌個一兩億 你知道他能夠領回多少底費地嗎 因為 你剛剛講的這個所謂的 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因為 細節在哪裡 細節就是在預算書 你花了多少錢 你就可以拿回多少土地 我剛剛講過嘛對不對 另外第二個 藏在哪裡 土地的地價的估算 如果地價估算是合理的 因為他會估算重化前跟重化後的地價 重化前地價當然一定是便宜的 因為很多是農地 或者是這種 然後開發後絕對是建地 絕對是水漲船高嘛 這個想都知道 尤其是前兩天 市政府在抗議地價稅 繳最高的是什麼 增幅最高的就是重化的土地啊 因為他的增幅真的是很可怕 但是 重化會他掌握了什麼 他掌握了這個 請這個地價去查估 他有權利去決定重化後的地價 所以他也會低估 重化後的地價 而 低估重化後的地價那個是差很大的 因為他將來他可以在出售之後 他獲得了暴利 但是很諷刺的是 當一旦分配完成 這個底肺幣也 當他要拍賣的時候 他有沒有把這些不當得利拿回來分給全部地主 沒有 你懂我意思嗎 意思就是說 重化會他取得了這個底肺地之後 他可以他可以水漲船高 花好幾百倍的利益去獲得 但是他有沒有把重化會賣掉的土地 這個賺的盈餘 說啊 不好意思啦 當初估價那個比較低 但是我賣價高了 他是不是應該土回來還給所有地主 這才是公平嗎 這個過程聽起來 聽起來非常非常的離譜 就是 就是好像這是一個無政府的狀態 難道都沒有人去審查 這個所謂的他們自己的估價的情形 或者是到底這個所謂的漲價之後 有沒有再還給這些地主嗎 這完全都沒有這一套機制嗎 是 好我剛剛提到了 預算書要審查對不對 你的這個工程系項也要審查 同意書人數也要審查 甚至於你最後抵廢地的這個估價 也必須送所謂地價評議委員會審查 才會過關 但是我們發現 行政機關在這裡嚴重的怠惰 如同之前我說安和置辦 為什麼會打贏 就是因為 市政府沒有實質核定 被法院認定說 他的這個核定處分是無效的 所以被撤銷了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核定 因為他沒有實質審查 甚至於永春自辦重劃 他們在 今年 也做出了這個高等行政法院 也 也判決 這個 撤銷了這個所謂的 他們市政府所做的 費用負擔總計表分配的那個核定 為什麼 因為他們傳喚了地震局的承辦人員 建設局的承辦人員 交通局的承辦人員 這些人就是要決定 這些工程預算的 細項每一個細項的內容 就像我剛剛講的 工程細項你扶爆 扶編 甚至於沒有做的工程 你硬把它塞進去 沒有去貸款的利息 你把它加進去 只要增加一億兩億 他們將來分回的土地就是 十億百億 你相不相信 因為他是用費用去換土地回來 所以 現在 目前的癥結點就在於 市政府沒有實質把關啊 甚至於地價評議委員會 也有被認定說 他們的地價評議是沒有符合 這個地價評議的規範 就是他們評議的條件太少 考量的要件也太少 那每一個區塊 每一塊地價重劃前重劃後 是不一樣的價格 零入跟不零入是不一樣的價格 這個部分 都有所謂的地價查估的標準 但是 實際上有沒有這麼做 沒有 而且常常地價查估可能是在90幾年 但是實際上土地分配 可能已經是10年後了 有沒有再重新進行查估 也沒有 所以 我覺得 這是目前我覺得 增結點在這邊 對 所以從這些一點一點一點被剝削 人民的權利就一點一點一點 分配的越來越少 然後 那個財團就拿更多更多的暴力 我想這個整個監察的體系 或是司法的體系 恐怕都得要花很多的時間 用心去瞭解 每一個案子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想要請教柯律師 就是我們看到政府 地方政府在擺攔 然後民眾也到處的陳情抗議 甚至我們的總統府副秘書長姚仁多也為福出巡 然後跟大家安撫一下 但是其實你還看到我們的林元長 其實這個還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甚至讓大家非常非常擔心 這個案子還有解嗎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該怎麼去解決呢 其實我們4月11號那一次 就是目睹整個強拆之後 我們就馬上到市政府遞交陳情書 要求他重新審核 就這些沒有實質審查的案件 重新進行調查 甚至在5月份 這個檢察官起訴有700多個人頭的時候 我們也要求遞證局 麻煩你趕緊再去查核這些被灌的人頭 你去計算同意書的人數要去扣除 你這個參與表決權的人數要扣除 扣除之後這個重劃會是不是合法 這些問題我們都一再的要求 他做重新的實質審查 重新的做進行這個調處程序 但是我們發現市政府都一直沒有做 甚至我們在1月30號的時候 有召開一次的官民產官學的一個座談會 那一次地政局長也跟我們口口聲聲承諾 他會讓這些程序資訊公開 甚至於他想要建構一個 所謂的類似地主救濟的平台 就是有關這些法律、訴訟爭議 他可以建構一個平台讓我們有個QA 或者是讓我們人民可以去詢問的一個平台 但是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等不到任何的消息 這是我們覺得很氣憤而且很傷心的地方 而且我們為什麼會這麼苛責林佳龍市長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些問 這些重劃的這些審核 大部分都是在民國100年就是縣市合併 而且是在胡志強時代 那那個時候根本沒有那個人力 因為我們有傳這些政府官員到法院來作證 他們也是說他們只看圖 不看表 不去看書類的 他們只看圖 看這個畫這樣的建設有沒有問題而已 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有在做實質的 剛剛我講的工程預算的各個項目的審查 更何況去一一比對同意書是不是本人所簽的 所以這個真的是 你叫天天不應 法院他就是說 他就是看行政機關的審查結果 如果你沒有去提行政訴訟 撤銷法院的行政處分的話 原則上法院就是認為說 行政機關他都已經核定了 那你的救濟就受到了限制了 你只能單純就你自己配遞 這個不公平的地方去爭取 看看能不能多要一些回來 或者是換到比較好的位置 只能這樣子 那可是實際上的違法 都是在前面的階段 就已經埋伏都做好了 所以 而你知道嗎 林佳龍市長是在103年的11月當選市長 他居然在104年的1月份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安和自辦的官司被翻盤逆轉勝了 那整個安和第一單元發生這個問題 你覺得只有他有問題嗎 後面10幾單元絕對都跟安和自辦一樣的問題 所以他很 他一擔心將來整個收拾不了 所以他把這個 他發公文說 當時的被查是物質 實際上是有核定的 所以這才是會讓我們集體踏罰 你不僅讓我們這些訴訟已經無解的這些人 更加沒有出路 反而你斷了我們的生路 我們將來要去質疑說 這個項目他沒有實質審查 都沒有退路了 因為當你已經說當時是物質 那其實當然啦 目前來講 因為法院的這個訴訟 已經累積到蠻多的量了 所以有許多的法官開始有一點概念說 重劃有這麼多弊案 所以我們也 我剛剛講了永春也就是單元五 就是您剛剛講天主堂的那個單元 永春的這個單元五次辦 重劃今年的9月份 法院也判決認定說 因為他傳了非常多的承辦人員到法院 確實是沒有進行這個實質的審查 也認為說這個 這個核定是有問題的 所以應該要重新做核定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 這個市政府你要有擔當 前朝造的孽 你要有要扛下來 要好好的去審視前朝違法的市政 你要去檢視他重新再來審核一次 就算說 這個預算有增三 我想你只要做這個這樣的事情 絕對會讓人民能夠心服口服 而不是說你完全就是閉著眼睛 讓他放水讓財團過關 我想我們每次講政治人物 最喜歡講的兩個字叫做承擔 可是當他正正執政的時候 我們看到反而是很多的問題都推給前朝 既然你在選舉的時候敢講承擔 那你就應該要去把這些問題全部都一個一個慢慢的解決 我們當然知道這個問題 恐怕是非常非常複雜 可是如果你的做法跟前朝一樣 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在擺爛 我想這個也不是一個非常重要 完全不符合你自己談的承擔的概念 也會造到人民的託證 今天非常謝謝柯律師來接受我們訪問 讓我們對這個議題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希望下次有機會能夠再持續的來跟你做聯繫 來請教一些問題 我們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 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拜拜 星過了時間 愛來不及發現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見 心中的黑暗 掩蓋了希望 忘記要相信 生命的動力 誓願自謀 萬千走 萬千走 繼續帶去夢想 上次 下禮拜 祝福 九龍 九龍